原产于南美秘鲁的印加果 又叫做星星果 是近几年很热门的油料作物 看好发展潜力 有越来越多农民投入种植 苗栗卓兰山上 有一位女农民康碧玉 她放弃高薪的医院副院长的工作 转行务农 克服山坡地的栽种困难 自己搭建棚架种植 坚持脱壳取出果仁才榨油 采低温冷压方式 榨出来的印加果油金黄清澈 口感温润 有淡淡的和果香气 她还开发出吐司蛋糕等烘焙产品 提升印加果的附加价值 枝繁月貌的藤蔓 绿色和褐色果实点缀其中 陶细可爱的果形 是这几年相当热门的油料作物 印加果 其实同一株印加果树里面 有四半的 一二三四 也有五半的 也有六半的 也有七半的 你看我们在画新鲜的时候就是这样 它又叫做新鲜果 所以也有叫印加果油 为什么叫印加果油 其实它来自南美秘鲁的印加帝国 所以就叫印加果油 原产于南美秘鲁 印加果栽种历史超过三千年 富含多元不保和脂肪酸 营养价值高 印加果它后来就被发现 就是说它是Omega369都有 那Omega369基本上 以Omega3来说 台湾其实一直都没有这个油料 Omega3跟6是人必须的脂肪酸 那必须的脂肪酸的意思就是说 你身体有需要 可是你身体不能产生 所以你要怎么样 透过吃的才可以 印加果要能够榨出油 采收时得锁地已经熟化变成褐色 果夹外层皮微微占开的果实 相当考验眼力 这个是还没成熟 它是绿果 那它还没有成熟的话 你硬把它摘下来 它里面的果实剥壳起来 试它果实时间不到 时间不到的时候果实是没有油脂成分的 慢慢熟 它不是整颗一下突然变熟 一半一半 它就熟 就慢慢干 慢慢干 它就是会裂开 这个就比较一个对照 它是饱满了 但是它还没裂开 通常我们会等它 它本来是满腻的嘛 然后它干了 它这个就会裂开 裂开它就有里面第二层的皮看得到 每一颗的印加果 都要有三层果皮包裹之果仁 想要把它从里头取出来 得费一半功夫 第二层虾开以后 它有第三层 这也是印加果跟其他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这通常都是剥到果仁 然后才去炸一下 它本身要修的枝条也蛮多的 它不像葡萄 一季才修一次 它一段时间就要修 太多的枝条的话 营养会不足 要让果实长得多又长得好 枯燥的修制工作偷懒不得 印加果跟其他的果实不太一样 它是陆续采收 那陆续采收的话 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同时间把这颗全部修掉 你也是要陆续修制 它腐烂就像好像是你堆肥 用草去堆肥一样 它还是可以是属于土壤的一个营养 标准农妇行头日复一役 做着繁重的农物 这跟康碧玉过去做办公室的OL生活反差很大 康碧玉原本在一家医院担任副院长 因为价值观的转变 让他决定要放下职场上所有成就转行务农 我觉得说专业经理人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 因为以前专业经理人也是一样 我学了 我有贡献 我有学习 可以在学习的部分 这样我就够了 可是到后面的话我觉得说 我要做什么东西是我更认可更需要做的 所以那其实是价值的改变 看好农业未来的发展性 康碧玉先是念工事班 后来在苗栗卓兰买了一块山坡地 从高雄移居 一开始先是种菇 但是因为资金不足 无法持续投入菇的应用开发 最后决定放弃 改种当时还很冷人的硬加果 还采用难度比较高的有机栽种 就是台湾以前没有这样子的果料 那是算是第一个有果料 那当然它有它的需要 特别的需要性跟适合性这样子 那所以的话就考虑说我的地是排 虽然它不好 那山坡不好耕作 可是它排水良好 那光照很充足 以应加果来说是很适合的 投入应加果种植 它深入研究 充分了解了作物的特性 于是自己设计 用鸭管跟竹子搭建棚架 朝类果树方式成型 修剪藤蔓让它通风垢光照族 它长得快啊 长得快的话你要修枝很多 在上面不好修枝 再者它不像葡萄 它是整串的 它是一粒一粒小小的 一粒一粒小小的的话 你要去找它不好找 种在这里了以后才发现说 这种叶子好像鸭鸭尔喜欢吃 应加果的叶子成了鸭鸭的美味点心 他们也是农场里的除草大军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养满多子鸡 可是这里不知道是有石虎 还是有那个黄鼠狼 有一次有一来跟我们工作的 一个原住民的朋友 他说说他看那个鹿的轨迹 那个就有那个黄鼠狼 那我们这里的鸡都会被吃掉 我们有几种 斑鸭 鹅 然后品田 黑鸭 然后火鸡 大概是这几种 种植有机硬加果 杂草多到除不完 这始终是抗地域最头疼的事 加上了山坡地势齐驱 也增加了耕作的困难度 我做到没力了 我可以做这样 这样 这样 最没力了 手也还在那里 这一叠挂草就这样子 你很难想象 因为山坡有时候会滑 然后你就是 其实没力了 可是我要再做 所以我再麻烦了 这样 这样 就这样 那是很滑稽的动作 即使拔了杂草 还得克服病虫害问题 康碧玉采取尖作方式 防治病虫害 尖作的部分是说 为了让园区里面的生物 比较多样 像辣椒的话 一来辣椒可以卖 然后二来的话 辣椒我们假设 这采收下来 不太漂亮的或不太好 我可以拿来作为 蜘蛛的这种 好像是杀菌剂 还蜂虫剂 都可以这样子 踏入陌生的农业领域 博士班学长陈天来 也是他在农业方面 紧密的对象 两年的农场相邻 平时也会互相协助 我们是因为台湾 也希望说 能够有这个健康的 油的来源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精神 非常的特佳 除了自己壮 又自己炸油 又自己来 自己来 这个有时候他去摆市集 去直接换售 这样子 让消费者能够真正得到 这个好的油 从种植印加果到炸油 康平于全都自己来 舍弃了整颗果实 直接炸油的塑成方式 坚持要脱壳到果仁才能炸油 这印加果总共有三层壳 那第一层是这个 这个第一层 那剥到这个是第二层 剥到这个是第三层的壳 这里面会有灰尘 会有一些不好的豆 你都完全不能分辨 你只有脱到这样 你才能分辨 它是好跟不好的 脱去三层果皮的果仁 还不能直接拿来炸油 得再仔细检查 剔除老化 蛀虫 还有发霉的不良豆 看起来没什么对不对 可是它是不OK的 这个是大大有问题 这发霉 至少三次以上 多的话 有时候我觉得比较 感觉那批的品质 比较没那么好的话 我就多挑几次 挑选好的果仁 它采取冷压炸油方式 只取第一道出炸 保留了作物本身的营养和香气 两公斤的果仁 剥到一公斤的 一斤的果仁 它炸一瓶 这一瓶是250cc 除了它是油的成分以外 它有 大概有0.01 或低于这个部分的 一些植物化学素在这里面 炸出来的油还得再过滤掉果仁 淡淡的清香味 然后豆子的这个部分 油很清新不粘腻 金黄清澈 散发淡淡和果香气的印加果油 康碧玉也把它们应用在烘焙食品上 把自家农场栽种的有机柠檬 炸成果汁 是制作蛋糕的原料之一 为了提升印加果油的附加价值 他和面包师傅一起开发出 印加果柠檬柠柠檬柠蛋糕 一个印加果油 加了印加果油 还有用晒柠柠皮膜的橙皮粉 讲求天然的手工蛋糕 他要求不能加乳化剂 和改良剂等等的化学添加物 这也增加了制作上的难度 刚才试的时候 是不再会起来 很薄啊 薄薄的啊 蛋糕都起来啊 这个是我最高的兴趣 跟最高的期待 怎么样把东西妥善利用 妥善利用 让东西可以 你用得多成本就下降 然后用得好 售价可以 不同部分的应用售价可以提高 所以在一般的原材料的价格 就不会那么高 有橘子和柠檬果香的蛋糕 散发淡淡硬加果油香气 口感松软不甜蜜 另外一款南瓜蛋糕 用的有机南瓜 也是来自自家农场 同样是加入印加果油 使用银耳三菇等 也能做成不同口味的吐司 即使回蒸还是很Q软 我们印加果油 除了直接喝以外 放在优酱乳 放在优格 放在饮料里面喝 其实它也很好应用 把你平时家里所拥有的水果醋 好的酱油 再加上印加果油 拌起来它是一个很清爽的和风酱 印加果油和风酱用来拌面 吃起来清爽可口没有负担 务农十年虽然有积灾重挑战多 推广印加果油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康碧瑜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只要当初选择了 就不要后悔 就还是要往前走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觉得我告诉我自己 就是还没盖棺 就善者不要乱听 即使一路走来苦多于乐 但是他相信自己的选择 只要坚定信念 必能实现梦想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